9月15日下午 在舒尔永登普 举行了KPS 新每日晚间剧 我男人的秘密的发布会 宋昌益 江史珍 朴珍雅 金多炫等人出席了发布会 该剧讲述了带着假面 成为凄惨挣扎的男人 和一个为了爱 抛弃珍贵妹妹的女人 独占其味 为了寻找梦想中完整的幸福 而孤军奋战的故事 另外也是错综复杂的四个男女 共同展开暴风一样的命运束缚 充满温暖亲情的家庭电视剧 值得一提的是 结婚后首度付出电视剧的宋昌益 此次将挑战一人两绝 性格完全相反的双胞胎而引发期待 宋昌益和朴珍雅被问到婚后付出电视剧的感想时表示 别人的婚集 有些人在生意的方式 但我以前在拍攝时 或拍攝时 后的合递 没有实际上的 很久不止 我以前是说 我感觉到 面奏的遗憾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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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到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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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是不可能 我刚才有所提供的 我刚才有所提供的 我跟后的作品 是不可能 我感到不可能 我感到不可能 我感到很安心